一个多世纪以来 汽车的发展似乎被无形的枷锁所束缚 行驶距离的限制 旅途时间的耗费 以及购车和使用的成本考量 然而特斯拉公司大胆宣告 这些固有的限制即将被打破 其最新发布的2026款Model 2车型令人瞩目的是 声称单次充电即可实现高达1759英里的续航里程 并且充电过程仅需大约5分钟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特斯拉还计划推出一项价值5678美元的升级方案 基于前沿的铝离子电池技术 这项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技术 如今似乎已触手可及 埃隆·马斯克将其誉为能源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 但对于现有特斯拉的车主来说 这项改装方案的意义或许更为直接 它能让他们的爱车瞬间获得与新款车型相媲美的强劲动力 现有特斯拉车型性能换星升级 这项名为铝离子电池的创新技术 一度被视为科幻般的梦想 而今正逐渐走向现实 埃隆·马斯克认为这是能源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但对于众多特斯拉车主而言 其意义却更加贴近生活 拥有真正的出行自由 这意味着更少的充电次数和停留 更低的能源费用 以及一辆能够超越其原始设计寿命的座驾 核心问题在于 如果特斯拉能够兑现其承诺 这是否预示着电动汽车将最终超越燃油车 不仅仅是在性能表现上 更在于其使用的耐久性和持续性 让我们暂且放慢脚步 思考它们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飞跃的 敬请观看本系列的第一部分 我们将深入剖析特斯拉的能量转换技术 及其专属的生产流程 请不要忘记订阅《未来科技》 频道您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首先让我们探讨特斯拉 是如何重新塑造电动汽车电池格局的 铝离子电池的概念并非新鲜事物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铝元素储量丰富 成本相对较低 并且在安全性方面优于传统的锂电池 这些优势使其备受关注 然而长期以来 这项技术一直受到三大关键瓶颈的制约 稳定性不足 能量密度不高 以及难以与现有电动汽车架构进行有效集成 而特斯拉提出的解决方案 目标正是要打破这些固有的障碍 至少这是他们所宣称的效果 据报道 马斯克的工程师团队并非着力于研发 遥远未来的概念车型 而是巧妙地设计了一套 能够无缝融入现有特斯拉 汽车架构的跨平台电池系统 他们将这一创新性的接口技术 命名为CPMI 即跨平台模块接口 您可以将其形象的理解为 汽车领域的通用心脏移植手术 无需对整车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特斯拉只需要更换电池组件 就能实现车辆的性能升级 从而将改动降至最低 重设计理念 与特斯拉自2021年以来 悄然推行的模块化战略高度契合 在特斯拉位于弗里蒙特 奥斯汀和上海的生产基地 生产线的标准化程度 已经达到了毫米级别的精准度 从散热组件到车辆底盘的安装点 都实现了高度统一 其战略意图显而易见 特斯拉不仅致力于生产全新的电动汽车 更着眼于实现现有车辆 由内而外的升级换代 有传闻称 这种铝离子电池模块的尺寸 大约为长70英寸 宽55英寸 重量约为1250磅 这个尺寸并非随意设定 而是与特斯拉目前所采用的 滑板式电池组的规格完全一致 如果这些信息属实 这意味着特斯拉极有可能将这种 全新的铝离子电池组 适配于2021年之后生产的车型 并且无需对车辆的核心结构 进行任何改变 仅在技术层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更在经济层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车主无需购买全新的车辆 仅仅通过更换心脏 就能实现车辆性能的飞跃 读到这里 您或许对我们分享的信息 持有一定的疑问 事实上 特斯拉官方既为公开确认 任何铝离子电池的量产计划 也为在任何官方场合展示过 这种电池的具体化学特性 然而来自供应链和研发领域的 种种传闻暗示 特斯拉已经在小范围内 对铝基原型电池进行了测试 而该公司近年来 在模块化设计方面的大力投入 也为这一概念的实现 增添了更多的可信度 与此同时 全球铝离子电池市场 虽然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但预计将迎来快速的增长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Future Market Insights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该市场在2025年的估值 预计将达到约56亿美元 并在2035年增长至95亿美元 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5.5% 然而 另一家市场研究机构 Future Market Insights 则描绘了更为乐观的景象 他们预测该市场 可能从2024年的20亿美元 飙升至2035年的252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惊人的25.9% 这些预测的差异 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 没有人能够确切预测 铝离子技术走向成熟的具体速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 市场对于新一代电池的需求 是真实存在的 这源于电动汽车销量的持续攀升 资源供应链 日益紧张的局面 以及市场对更安全 更经济的 锂离子电池替代方案的迫切需求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 特斯拉究竟将如何为 数百万车主实现 这种无缝的电池升级 更重要的是 这对您现有的特斯拉 意味着什么 敬请期待本系列的第二部分 升级革命 以升级替代更换 我们将深入探讨 这项突破性技术 将如何改变您体验 特斯拉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这对您现有的特斯拉 意味着什么 敬请关注 第二部分 改装革命 升级而非更换 我们将探讨这项突破性技术 将如何改变您体验 特斯拉的方式 而无需您购买全新的车辆 如果特斯拉的宏伟愿景 得以实现 那么整个汽车产业的格局 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汽车制造商往往通过 计划报废的策略 来维持利润增长 即通过不断推出新技术和新车型 促使消费者购买新车 而特斯拉正在试图 颠覆这一传统的商业逻辑 借助这项全新的电池技术 即使是2022款的Model 3车型 也可能在性能上 超越竞争对手最新的电动汽车 因为这款新的电池 不仅仅是一个零部件 更是一个有软件定义的 智能能源系统 铝离子电池单体的 平均工作电压高达20伏 而传统的锂离子电池 则在3.8伏至8伏之间 如此高的电压在传统情况下 可能会瞬间烧毁 电动汽车的电子元件 而特斯拉通过其创新的 多化学体系管理系统 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系统能够自动调节 逆变器的运行行为 并根据需要实时分配电力 这个数字化的管理系统 通过空中软件更新的方式 实时读取每个电池模块的 电压和温度数据 并动态的重写逆变器的指令 换句话说 您的爱车可以在一夜之间 学会一种全新的化学语言 更具突破性的是 特斯拉的工程师们 还采用了微通道冷却技术 有效地防止了电池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机具 多余的热量被引导至金属散热板 作为散热器进行散发 所有的组件都被严密地封装 在CPMI滑轨内部 无需对车辆原有的冷却系统 进行任何改动 而真正的颠覆性变革在于 特斯拉宣称的改装套件 一个60千瓦时的铝离子电池模块 据称能够提供超过 1000英里的实际续航里程 而安装费用仅约为5678美元 这个价格甚至比一些旗舰智能手机 还要便宜 这意味着Model Y的车主 只需支付这个相对较低的成本 就能将车辆的续航里程提升三倍 并大幅缩短充电时间 而且无需承担额外的购置税 注册费或重新设置保险的麻烦 对于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而言 这种做法无疑是具有自杀式风险的 但对于特斯拉来说 这却是其整体战略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已经出现成效 马斯克的目标并非仅仅是销售更多的汽车 而是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 其利润来源不再仅仅依赖于硬件销 售更来自于后续的服务 升级、人工智能功能以及能源整合 每一次改装升级都有助于延长客户的生命周期 而无需特斯拉投入巨额资金 去生产全新的汽车底盘 现在让我们进行一个简短的互动讨论 如果您认为铝电池技术 将随着特斯拉Model 2的发布而同步推出 请在评论区留下字母 如果您持有不同的看法 请留下字母NIN并阐述您的理由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期节目的尾声 我们将解答一个核心问题 您的特斯拉是否不仅能驱动您的出行 更能助力电网的能源供应 这听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 美国的现有电网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电力负荷 特斯拉给出的答案是能源智能 他们计划为每一代超级充电桩 配备巨型的电池组 容量高达3.9兆瓦时的大型固定式储能装置 这些储能设备将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储存多余的电力 并在白天用电高峰时段释放能量 从而将每一个超级充电站都转变成一个微型的发电站 当特斯拉车主进行5分钟的急速充电时 他们并非直接从国家电网提取实时的电力 他们实际上调用的是先前已经储存好的电能 这种方式反而有助于稳定电网的运行 而不是对其造成额外的负担 仅特斯拉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 每年就能够生产超过万兆瓦时的电池 这足以支持北美地区数千座新一代超级充电站的运营 目前大约80%的电动汽车 仍然集中在凌晨2点至5点之间进行夜间充电 这个时间段通常是用电需求和电价最低的时段 即便拥有铝离子电池的急速充电潜力 这种充电模式仍然具有很高的效率优势 新型电池的引入仅仅是增加了能源使用的灵活性 凌晨2点至5点之间是电网需求和能源成本的最低点 即使铝离子电池具备极快的充电潜力 这种夜间充电模式仍然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新型电池仅仅是为用户提供了按需开启涡轮模式的灵活性 但特斯拉的雄心远不止于此 凭借其超高的能量密度 未来的铝离子电池驱动的特斯拉汽车 甚至可以作为移动的储能单元 在需要时将能量回馈给电网 以下名为车对电网的早期试点项目 已经在美国的一些社区展现出令人鼓舞的成果 在这样的未来图景中 您的特斯拉不仅是能源的消耗者 更是电网稳定的贡献者 您的爱车将成为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助力平衡电网的供需 特斯拉的铝离子电池战略 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产品发布 更是一次对汽车本质的深刻重新定义 它将汽车转变为一台能够自我升级的机器 一块比车身更持久耐用的电池 以及一个能够同时为驾驶者和电网提供能源的网络 如果马斯克能够成功地将这一宏伟愿景投入大规模生产 那么世界不仅将迎来新款的Model 2 更将见证一种全新类型汽车的诞生 模块化可升级可持续的未来作家 在这场由技术驱动的新游戏中 棋盘似乎已经由兼顾的履材铸就 我们期待倾听您对本期节目的真知灼见 请在下方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未来科技团队非常珍视您的反馈 这将有助于我们提供更高质量的内容和服务 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并为我们的团队进行打赏支持 同时也欢迎您提交您感兴趣的问题 他们可能会启发我们频道未来的选题方向 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见